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空变化 大道质减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APITO的频道 好 今天的课程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订报群一样 获得利润的话 那么一定要看到今天的影片 太重要了 昨天这波下跌 如果你又被吓得花枝乱餐 不知道怎么做 或是你的行情就没有了概念 或者你觉得只要走熊市了 不会如果你有以上的疑问 或是最近一直在赔钱的话 一定要看一件课程 太重要了 OK 来到我们的电报群的战绩 一样 我们比特币以太坊 这战绩的空单是一样的 再次全面获利 再开一单再次获利 是吧 又开了三单全部获利 看 看我们上方的一些信号 给的非常非常清楚 看哪里 上方是给的非常清楚 我们这里你看 指引32803230 给的非常清楚 再往上是我们 爆出这个讯号的一个开端 在哪里 这是end的讯号 end 可以做空吗 指引参考10.8 是吧 再往上 以太坊的空单 这里 小商会做空 需保留转环空间 加仓补偿空间 是吧 322的这边 你看这里 做了空单 目前也是处于巨大盈利当中的 我个人已经把这些空单拼得差不多了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短线的空单子 平仓是在3682 46 46300 OK end还没有平仓 这是目前我的操作 好 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们的电报群 一样有这些战机的话 一样获得利润的话 那么一定要加入电报群组 连结在影片下方 即时赚钱机会 即时点问咨询 都在这个影片里面 都在这个电报群里面 非常重要 OK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赚钱 并且规避风险 拒绝韭菜 原理韭菜的话 那么一定要加入这个专业电报群 太重要了 好 来到今天盘面 我觉得目前是没法讲 主要是讲一个稍微紧急的影片 因为等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做 没办法做一些比较多的更新 所以接下来一样 昨天观点 目前是没有才能巨大变化的 也就是说他 目前是没有跌破前提点 前提点未破的情况下 我认为他可能短时间内 是不会直接再跌破下去的 因为他这个下跌 其实已经用了还蛮大的力量 OK 好 我们来到盘面 白色或角色都是蛮一样 如果比特币跌破前提 再快速拉回 这个点是怎么可以出来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 菲伯纳契的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应用 大概是斜播一些点位 这些点位怎么可以出来的 以后再解释 好不好 工区很多 功率善 功率善其事 必先利其系 你的工区要好 你才有机会获利 是吧 知道了一些测的越多 你当然 剖析也越全面 是吧 好 未破前提 现在的话 有机率呢 假设说怎么样 再画一次 帮大家画一次 未破前提 这个地方得到支撑 那么 是有机会 比如说 产生一波上行 上去试探 上方的位置 48,800 49,000的位置 是有机会的 这是一个可能性 好 再来 讲下方的可能性 下一个可能性是怎样的 OK 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跌破前提 来到下方 1.13的位置 那么快迅速拉回 那么 接下来呢 上方的位置 可以看到哪些位置 OK 这些机会 都是机会 是吧 好 我们就看 它对不对 从哪种走势 假设破底 马上拉回 这种观点 提过很多次 这个位置 确凿无意的买入信号 是吧 但是呢 目前是没有 这种机会的 如果它走出来 必须买入 如果它未破前提 我们就观察 如果得到支撑 我们可以做一个买入 好 以上是比特币的一个操作 再来看到以太坊 以太坊的空单 怎么给出来的呢 我来讲一下逻辑好了 这空单呢 第一个 上升楔形 1234个接触点 是吧 下方呢 1233个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在上方呢 我们看到短周期图表 一小时图 这里 这里的波段点 这里的这个点 比这边高 是吧 这里 我先把这边删掉 太混乱了 这里 讲一下这什么东西 这里 这个点呢 比前面这个点高 但跌回来 这一次突破失败 这里呢 这个点 并未比前面高 但是呢 这两次啊 这个点 比这个点高 是吧 这个点 这个点高 但又跌破这区间 就是 一次 次波段点突破失败 在往上呢 这里 这里是什么 二次你看 突破上去 又跌破 二次的次波段点 突破失败 是吧 所以呢 连续两次次波段点 突破失败 所以即便没有出现 主波段点的突破失败 我认为呢 接下来才能暴跌的可能性 相当大 是吧 所以我做这张空单呢 逻辑也非常非常充分的 非常充分 是吧 做这张空单呢 我们看我们现在的获利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你看 那时候说可以做 大仗什么时候呢 在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时候 讲一下 讲一下 这个时候 是吧 382的时候 说可以做红 你看现在 完美的躲过这波下跌 而且顺带获利 所以如果想 你现在想要避险 一起获利的话 一定要加入电报群 OK 随时一些点位补充 都在里面了 是吧 好 再来我们看到 OK 这部分都讲差不多了 然后呢 做多的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接下来机会 假设说以太坊 接下来呢 我估计啊 他要破前提可能性相当低 假设比特币 怎么样呢 跌破前提拉回 那么以太坊 可能会走出 这种走势 如果 比特币 在前提点附近 得到支撑 那么以太坊 有机会 这样走势 就这样去 黄色跟白色走势 一样做个探讨 基本上是这样子 3681 这边得到支撑 对照比特币的 黄色走势 OK 白色走势 跌破前提拉回 对照橘色走势 是吧 颜色我换一下 白色橘色 OK 白色橘色 白色 好 是橘色的 点位对照一下 OK 这样一个机会 你可以做个抓取 支撑位置 怎么可以出来的呢 这是日线级别支撑位 日线级别的支撑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3628 这边支撑位 还有这里 368点支撑位 好吧 好 以上今天的观点 希望大家喜欢 加密货币 航行起伏巨大 策略分析有实销性 如果不想错过 最佳的赚钱机会 和资讯 请按赞订阅 并开小铃铛 欢迎加入全网 最专业的 华人讯货币 航行交流频道 电报群 免费加 OK 带你们一起获利 带你飞 OK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